HELLO 歡迎收看遺憾生存第二季的第127期 看在自己身上,嗯,一瓶入行 鑽石都沒有一顆 再看一下自己的鑽石裝備 經過一次我們也幸運的基戰 現在已經破損了 還丟失了一顆鑽石頭盔 實在心痛 不睡了一覺即可出發了 最近不少小伙伴都在討論挖鑽石 怎樣才能挖到那麼多呢? 除了運氣以外 地理位置也是非常的講究的 好,今天就來對比一下 那一片的區域鑽石最多 逆地生存一共會有七大區域 果木林、松樹林、桃林、紅樹林、沙漠、冰原、草原 那我們就先來試一下紅樹林吧 我先是走到了紅樹林的深處 隨手用金斧頭砍了一顆森天大樹 收穫了三組的紅山原木 從這裡挖一個口直打11層的礦斗 為了有特別性 每一片的區域只挖20分鐘 不接受運氣上的反駁 開路囉 透透視很快就可以發現前面有個礦洞 經過第二次的查探 已經發現了岩漿 但是周圍都是岩漿 不好下手 還是要往前挖呢 有啦金子 閃亮亮的金子 可是 我不是要金子呀 那就繼續沿著岩漿挖過去囉 打打打看到水流的瞬間 發現了顆鑽石 旁邊還有顆鑽石呢 最下的發財啦 不到短短四分鐘 先把水流堵上 啊不對 旁邊還有顆鑽石 岩漿附近的鑽石多是真的 我挖 咚 我挖 咚 好吧 只有兩顆鑽石 繼續挖前面看到了一顆鑽石 還是只有一顆鑽 三顆鑽石指引著會來到了礦洞 看來是一片很大的區域 有啦 這裡關腳是有顆鑽石 它有兩顆藍金石呢 這次幸運挖掘還是沒有生效 竟然忘了經驗繼續出發 接下來有隻野人 打指他繼續 前面呢是岩漿 走過去 嗯 有顆鑽石 這次鑽石是給了我一顆 太空門了 只能夠繼續挖 繼續前進囉 結果 我被野人給衝衝包圍了 左邊只有一隻 天啊 原來是做地牢 立刻寶箱了地牢 可惜遇見地牢太多了 提不起勁 那就繼續挖鑽石吧 眼看這二十分鐘的時間快要到了 我才挖到了六顆鑽石 最後在岩漿處 又看到牆壁上有顆鑽石 挖開之後發現是兩顆鑽石 看來蒼天又我紅樹林呀 挖開之後 幸運挖掘奔出了三顆鑽石 紅樹林曠洞其預計 一共收獲了十顆鑽石 一個地牢 生了十顆星星 好啦 那麼新視頻到這裡結束囉 下期見 掰掰